那我叫胡錦芳 我平常也是寫東西的 可是最近幾年在當兵 然後在香港光華新聞中心服役 我們是台灣文化部的單位 然後致力港澳 就是港澳與台灣之間的文化交流 那今天就是特地來 像澳門我們要辦一個禮拜的文化活動 那今天是第一場 那我是非常有心機的 因為去年我來澳門文學節的時候 有一個很瘋狂的印度餐晚上 跟袁紹山以及洛宜君 我們三個人吃飯吃到 後來整個是笑到 洛宜君有三個小時忘記抽菸 那如果你們知道 你們都是文學讀者的話 你們會知道洛宜君是從來 每隔五分鐘就要抽一次菸的 可是那個晚餐實在太瘋狂了 然後以至於我們的洛大哥 有三個小時忘記抽菸 然後 原因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話題都在講這個男人 然後我們一直在講這個男人 這個細節我就不講了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 後來我跟洛宜君就一直在拍桌子 因為那個整個晚餐非常瘋狂 我一直在拍桌子說 一定要把小伊搞到澳門來 然後一定要讓他跟紹山對談 所以這個今天這個聚會 已經密謀了一個一年了 然後我也一直擔心小伊其實不想來 然後我也沒有告訴他為什麼我們一定要他來 其實就是一個很無聊的一個晚上 在一個印度餐廳某一個澳門的小角落 這件事情就被今天晚上的聚會就被決定了 所以我非常高興他成型 然後我也不知道該講什麼 那我是覺得大家應該都已經知道 兩位優秀的寫作者 他們不是只有美貌而已 他們是很有才氣的 請不要因為他們的美貌而歧視他們的才氣 然後那個 少山你們就很清楚了 是你們的澳門的瑰寶 他不是只有 他很年輕就開始就已經發光了 那小伊在我們這邊就也是 很年輕就發光了嗎 沒有吧 他在我們台灣小說界是非常特殊的地位 因為他一出手就是長篇 而且他是從科幻小說開始寫起 那把科幻小說也打破了 那個科幻小說作為一個類型小說的一個格局 然後其實是把他帶到一個 引述文學裡面的一個領域裡面 那小伊的想法一直都蠻特別的 那我自己反而認識他是從他第一本詩集開始 因為他的小說本來很厚 我們一直沒有看 然後那個他出了一個詩 所以他們這邊有兩個詩人 其實是兩個都有詩人的身分 那說不定少山以後也會寫小說的 那我今天就不多說 因為我只是覺得剛剛很尷尬 我們兩個坐在這邊 我就幫大家開個場 那檔位就請開始吧 好 謝謝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先把話筒交給你 你可以開始 其實我跟琴坊一樣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看到一個人的小說比較厚 都是一開始會有一點猶疑 然後我也是從他的詩開始的 因為伊的自己是寫詩的嘛 所以而且他的當時的詩集穿... 你是穿入我瞳孔的光 你是穿入我瞳孔的光 對 非常強的一個小說 帶來詩集名稱 然後但是他的設計非常特別 然後也賣得非常好很快就... 二刷 嗯...二刷然後二版然後二刷 對...對...對... 不過目前應該沒有再運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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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這次閱讀這個小說的時候 我是非常非常驚喜 因為... 其實我自己並不是一個 科...科幻小說的愛好者 可是這個科幻小說我覺得不只是那種 就是瘋狂式的就是... 奇形幻想 而是是有非常完整的一個 就是想法跟邏輯跟基礎的 就是你看到他的整個... 就是邏輯也好 或者前面的鋪絮跟後面的... 嗯...整個起程轉合 都是非常非常有技巧 而且毫無過載 然後在這個方面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澳門的... 就是小說家去參考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個編輯 然後每年都會看到很多澳門的文學作品 然後也有很多人開始去做科幻小說的嘗試 然後就會常常看到他們... 可能在...就是... 邏輯上或者... 就是...整個鋪絮上面都會... 都會...非常多的破綻 那這樣看下來的話 他就會變成一個... 就是...只是一個瘋狂的小說 可是一個人的小說不是 你...如果到時候... 你們仔細看的話 可以看到你們非常多的註解 然後有很多的註解是屬於... 也很像是...尾...註解吧 對...就是... 看起來好像是真的... 譬如說尾姬百科...什麼...什麼...什麼... 就是他...他...去...自己編造的 但是編得非常...看起來都像真的一樣 所以我覺得... 這一點才看得出來他...為了這本場 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而且...非常有...駕馭能力 就是...所以我... 很難得可以把一本小說很認真的一直看下去 呵呵呵... 真的...對...所以... 這次很高興有機會可以跟...就是...跟他對談 然後跟大家推薦這個非常棒的小說 對... 好...呃...就是... 大家好...呃...就是... 我...人生第一次來澳門 那...但是我...就是... 之前...呃... 邵山就跟我炫耀說說 就是澳門是世界美食之都這樣 我心裡面想說好大的口氣喔 不過我...就是... 來之後其實跟我預期的差不多 就是...反正到香港 或是到澳門 反正廣東菜嘛 廣東菜就是好吃這樣 第一...呃...就是... 大家不要...這個話不要傳出去齁 比到北京跟上海好...好太多了這樣 到北京跟上海再... 吃東西都覺得蠻痛苦的這樣子齁 對...那...呃...就是... 呃...非常榮幸... 呃...就是...受到光華中心的邀請 那...就是...呃...就是...我們...呃... 呃...我之前在想說到... 就是...應該講什麼 就是...如何把我跟邵山兜...兜起來這樣子齁 因為其實我們寫的文類不太一樣 那我們好像除了...就是... 美貌之外沒有什麼共通點齁 沒有啦...美貌只有他有啦齁 對...那所以要找什麼共通點呢 所以我就想了這樣一個題目 好...就是說... 非常認真的做了PPP喔 就是...小說詩與AI 那為什麼提到AI呢 除了...因為它是個熱門的題目之外 呃...就是...呃...我去年在... 呃...去年為了要宣傳... 是夢人的簡體字版 那...所以... 我有到北京做...做一些活動 那...那個時候就有一個活動很有趣 他是請了一些...呃... 科幻小說家 還有純文學的作家 那我自己同時是科幻小說家 也是...同時是純文學作家喔 那...還有請了那個...呃... 呃...微軟的那個小兵 就是寫師的那個AI小兵 的設計師、設計團隊 呃...還有哲學家 一起到現場進行了一場活動 那...呃...那個活動當然是微軟出錢的啦 所以它有一些就是你可以跟小兵對話 對...那...我跟小兵對話 我可以直接跟大家講說我的感想就是 並不覺得它比Siri高明到哪裡去喔 但是總之呢就是... 那...的確是可以進行對話的一個...呃...一個AI這樣 那...所以我就想了這樣一個題目 就是說...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好奇說 就是...呃...就是... 小說...呃...AI可以寫詩了 那當然...可能...我自己覺得它詩寫得爛爛的 好...那...我猜邵山應該也這樣覺得 大家可以問他喔 因為...他們如果寫得很好的話 請問我們要幹嘛呢? 就是無論如何基於尊嚴 絕對不可以承認他寫得好 沒有啦...他真的寫得不好這樣 但是就是...呃...就是... 會不會有一天他也可以寫小說 那...的確...也有AI在寫小說了 那...只是說寫得怎麼樣 就是好像沒有...呃...還沒有秀出來給大家看這樣子 那...所以...呃...我們這些寫作者 未來會...會不會遭到就是... 失業的這種慘況呢? 或是怎麼樣呢?就是... 所以我想跟大家來討論這個問題 那...正好從這個角度的話 我讀到邵山這本詩集 那...這本詩集 愛的進化史是剛出的嘛 那他...就是...我... 他首先也有一個特色就是... 其實他也很厚這樣 就詩集而言...對不對? 他也很厚... 我們詩集很少出到這麼厚 那...我的小說...對...我的小說也很厚 但是...但是就是... 小說這麼厚的話... 就...還比較常見一點 其實詩很少出到這麼厚啊 如果你看到那麼厚的詩的話... 通常都是常詩 特別強調結構 或是特別強調某些敘事性的... 常詩 或者是...大規模的主詩 比如說像洛夫的飄木 他就...他就也蠻厚的喔 但是可能也沒有... 愛的進化史這本書...這本詩這麼厚喔 那所以... 我就繼續進行下去了 這個題目... 就是...我有講一些... 在其他的場合... 講過一些其他的題目 那這其他題目... 其實有一小部分... 是跟我今天講的是重複的 那他是... 類似這些題目... 那大家看... 從真間到宇宙... 那...從真間到宇宙... 這個話呢... 就是我在講說... 我覺得小說藝術... 或是文學藝術... 可以... 他可以從... 極微觀的狀態... 寫到極具觀的東西... 然後他可以辦到的事情... 非常多... 從真間到宇宙... 是一個比較... 是一個比較... 講起來比較正式...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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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 比較... 假掰的講法... 那... 就是我們的... 綜藝天王吳宗憲... 有一個... 另外一個講法... 叫做... 從內子宮到外太空... 好... 這個...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啦... 好... 第三個... 就是... 人是什麼... 人從哪裡來... 人往何出去... 我想... 這大家都知道... 這是哲學的三個大哉味... 那... 我覺得小說藝術... 或者是詩的藝術... 或者說文學藝術... 之所以那麼迷人... 其實就是因為... 他可以處理極微觀... 也可以處理極具觀的東西... 好... 我就在這裡... 終於找到... 我跟邵山... 除了美貌之外的... 共通點... 就是... 就是... 我們都在... 像... 愛的進化史... 這一本詩集... 他同樣是以... 愛這種個人的情感... 講起來是... 比較微觀的東西... 那... 處理... 慢慢的把它... 越寫越大... 越寫越大... 寫到了進化史... 人... maybe是人的... 情感的進化史... 那等一下... 我們希望... 有機會可以聽到... 邵山自己來講... 因為... 就是... 那本詩集讀的... 其實還滿... 就是... 一邊讀... 一邊覺得很沉痛... 覺得不曉得... 邵山經歷了什麼... 恐怖的事情... 這樣... 好... 好... 這是我的個人簡介... 好... 這也是... 我的個人簡介... 在下面幾張投影片... 都是置物性行銷... 好... 這也是置物性行銷... 就是我的個人簡介... 這樣... 我的書... 然後... 那個是... 林地點... 我的另外一本... 長編小說的日文版... 那右邊是... 就是... 世夢人的簡體字版本... 那... 日文版之外... 有賣出了... 就是... 韓文版也已經賣出去了... 然後... 捷克文版已經賣出去了... 那希望有機會... 可以跟... 就是... 世界各地的讀者們見面... 好... 那這個就是... AI... 這就是小兵的那個現場... 所以我特別把照片找出來... 那所以... 我們想要問的問題就是說... 藝術或是文學這件事情... 到底可以辦到什麼... 就是說它的邊界在哪裡... 如果它有邊界的話... 或者它其實是沒有邊界的呢... 它跟哲學的那三個大哉問... 有什麼樣的關聯呢... 哲學的三個大哉問... 已經是非常終極的大哉問了... 那我要問的是說... 小說可以處理到這種地步嗎... 詩可以處理到... 這麼大的議題嗎... 或者是... 其實它能夠處理得更大呢... 好... 所以我們就先來看哲三的詩... 愛的進化是這樣的... 我比較... 我挑一些可能比較... 好講的東西... 王子與巫師是... 就是... 今天沒有時間講... 我們不要理他... 這不是哲三的詩啦... 這是... John Files 的魔法師裡面的一個小故事... John Files 最有名的作品... 應該是法國中衛的女人嘛... 那... 我個人更喜歡魔法師這本作品... 那魔法師的這本書... 這本小... 場面小說大概是世夢人的兩背後... 所以我猜大家一定也不會去看它... 但是... 其實我非常推薦... 因為它很好看這樣... 好... 今天沒有時間理他... 跳過去...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哲三的詩這樣... 我們要不要請哲三來念呢... 哲三你看得見嗎... 大家看得好... 我懶的話會用廣東話啦... 好... 這樣子嗎... 那我來念... 我用國語來念... 你要用廣東話來念那個嗎... 對啊... 對啊... 好... 請念... 下一首詩我用國語來念... 好... 這一首你用廣東話來念... 好... 九月九日... 一刻一姊妹... 那天她考我... 獨在以鄉為以客的下舉... 她知道我國學底子不好... 為人難忘... 從不思念家人... 她可以愛她... 最愛國一樣難忘... 她本書著... 一個未婚妻歌有的順床... 人愛溫緣... 作為候選人... 她未來不可分割的整體... 我想平心靜氣... 討論婚前指引... 正確性的重要... 隔著玻璃天花板... 她白等值的愛... 有在城市之巔... 轉足不道的天生說念... 讓我欣賞另外一集... 謝謝... 好...我在作者面前... 我想要講一下... 我對這首詩的感想... 然後一邊覺得... 有點心虛喔... 因為作者就在這裡... 呃... 我不曉得大家... 怎麼讀這首詩... 你看到說... 九月九日... 她這樣寫說... 九月九日... 諸於插片心看... 我的姊妹不曾減少... 我就覺得... 好恐怖這樣... 然後... 這是一首... 非常沉痛的詩啊... 呃... 我不曉得... 就是她的作者... 是不是真的... 為人冷漠... 從不思念家人... 我猜應該是很困難... 就是... 人應該很難做到這樣... 但是... 卻可以愛他... 像愛國一樣盲目... 這裡有兩種盲目... 一種是愛他... 一種是愛國... 然後... 隔著那個玻璃天花板... 或者是... 我覺得... 這當然是我們... 常常在講述... 女性處境的一個... 名詞嘛... 玻璃天花板... 然後她把等值的愛... 養在城市之巅... 那我不曉得... 該做什麼... 呃... 就是... 做什麼解讀... 我覺得其中一種解讀... 可能是... 就是說... 我有許多的... 黑衣姐妹... 那這些黑衣姐妹... 可能是... 呃... 我的男人的... 別的愛人... 或者是... 別的... 愛的對象... 或者是別的... 我所謂的愛的對象... 不一定是... 確實是一個人啦... 就是... 就像我們常常在開玩笑說... 就是說... 就是... 男人的... 就是... 男人的... 妻子是... 跑車之類的... 或者是... 模型之類的... 或者是... NBA之類的... 可能是別的對象... 總之... 他有更愛的東西... 或是... 他有更愛的人... 那些... 其實是我的... 黑衣姐妹... 所以... 等到有一天... 就是... 我... 發... 我發現了這件事之後... 我發現... 我不是我的... 但是... 邵山把他改寫成... 就是... 諸於... 插片性感... 我的姊妹不曾減少... 然後... 在9月9日之後... 所有的... 影子... 穿著黑衣... 那個黑衣是... 呃... 所有的影子... 都穿著黑衣... 他們的處境... 有比我好嗎? 那些我的... 黑衣姐妹們... 他們的處境... 有比我好嗎? 其實也不見得啦... 回到他們... 因在的位置... 像所有的... 女人們... 或是所有的這些... 呃... 這些... 你要說他被愛嗎? 是... 或許他是被愛... 但是... 但是他們... 每個人的愛... 可能都只有一部分... 這樣子... 所有的影子... 都穿著黑衣... 回到他們... 因在的位置... 我覺得... 這首詩我就看得很有感覺啦... 我就覺得很沉痛... 這樣子... 好... 我可以補充一下嗎? 這個其實... 我覺得... 舉這個詩的... 例子非常好... 因為其實... 呃... 這... 因為我一直覺得... 詩歌是... 有很多的... 可讀性的... 然後我在呈現詩歌的時候... 也是盡可能的把它... 呃... 變成一個... 可讀性的文本... 也就是說... 呃... 因為我... 我對現代詩的理解... 不是說... 呃... 杯子就是杯子... 而是說... 我怎麼去... 因為我覺得在... 前當代... 去... 已經有了... 卸上機... 有了... 錄音機... 什麼什麼... 去... 描述一個東西... 已經... 不是詩人的... 最重要的責任... 而是說... 我們怎麼樣去做一個... 想像跟... 再創造... 在詩歌裡面去創造一些... 像這一首詩... 其實... 你可以有兩個層面去解讀... 一個就是剛才一個演... 分析的... 非常正確的一個... 就是... 男女關係的一個解讀... 但是他其實我... 說實在... 我這個詩的... 出發的背景... 其實是香港的... 當時候九月有... 那個... 反國教... 的運動... 他們就是... 一群年輕人... 穿著黑衣... 然後... 所以我其實這裡也是... 借用了... 就是... 關於... 好像愛... 愛國... 愛情... 他們之間... 是不是有一些微妙的... 就是... 聯繫在裡面... 玻璃天方法... 你可以理解成為... 譬如說... 女性跟男性... 在社會地位上的東西... 也可以理解成為... 一國兩制之下... 就是... 中央政府承諾的東西... 跟... 我們實際上... 是不是可以得到那個東西... 的那個... 分隔... 對... 所以其實... 這個是有... 兩個可以解讀的方法... 對... 所以...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因為... 呃... 我... 我覺得... 無論是像一個人的小說也好... 還是我的詩歌也好... 本身也是透過... 我們... 不是在描述一個真實的... 現實的世界... 因為那個是... 巴爾澤克已經做完的事情... 我覺得... 我們在做的是... 怎麼樣去呈現一個... 更新的... 更不一樣的世界給讀者... 所以... 在閱讀的時候... 很多時候... 你要用腦子... 你要去參與... 你要去思考... 而不是直接塞給一個... 直接了當的答案... 對... 好... 就是... 我覺得... 就是... 那個... 邵珊的這本詩集... 要叫做... 《愛的進化史》... 所以說... 我把它當作情詩來讀... 那... 因為我... 對其他的... 就是其他的... 這些... 這個詩當其他的元素... 比較涉及到... 政治... 或者是... 社會脈絡的... 我比較不了解... 那... 對對對... 那... 就是... 這個詩... 它可能是非常個人的... 但是它同時也是... 就是... 同時也是... 可能... 涉及一個更大的... 對社會的想像... 或是... 對國家的想像... 的這樣的... 一首詩啊... 那... 應該還有一首吧... 這首詩我也蠻喜歡的... 嗯... 不過我... 我其實是... 我其實是... 有刻意挑一下... 就是... 就是... 《燒山的詩集》裡面... 相較之下... 比較口語化的... 因為我擔心... 演講的時候... 沒有辦法... 就是那麼... 那麼... 那麼詳細的字句細讀... 那... 這首詩我來唸好了... 祖母... 住在祖國... 祖母住在祖國... 我年幼的時候... 我會坐兩小時的車... 去看他... 換來一桌盛宴... 一整個笑... 沉默無話... 令碗霞帶著鹹淡的味道... 是我的過錯... 隔著萬一... 我能看見他... 掛著乾癖老淚的雙乳... 仿佛一句枷鎖... 祖母和大部分人一樣... 除了化為灰燼... 沒有資格... 高談破論... 在葬禮... 在火化場... 在人口稠密... 稠密... 又空蕩的祖國... 好... 嗯... 最後一句... 其實非常... 同樣也是非常... 令人心痛喔... 就是說... 當然就是... 我們在這樣... 我們都看多了... 這樣子的女性... 那我們也不是... 刻意要歌頌這種... 勞動形象... 或是... 帶有... 就是... 大地之母般... 犧牲奉獻的... 精神的女性... 其實也沒有必要... 但是... 的確有一些... 比較... 就是... 我們的長輩... 的女性... 可能是這個樣子... 他就... 看見... 就是... 用陳映貞的小說... 引用陳映貞的小說的話... 就是看見他自己的... 像花那樣子... 美麗的年輕的身體... 在日復一日的勞動中... 漸漸枯萎下去... 這樣一代人... 然後... 作為一個... 呃... 一個人... 非常值得同情... 好... 那... 除了化為灰燼... 沒有資格... 高譚擴論... 他們都是... 那麼巨大的... 群體當中... 沉默無聲的... 一部分喔... 在葬禮... 在火葬... 火化場... 他就這麼死了喔... 在人口... 稠密... 稠密... 又空蕩的祖國... 在那麼巨大的... 在中國這塊... 巨大的土地上... 有那麼那麼多的人... 但是... 中國的人口... 在... 沿海地帶... 非常稠密喔... 那... 可是...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他們又是... 非常空蕩的... 因為... 我們不曉得... 他們這些人... 這麼多的人... 絕大多數的人... 可能都沒有什麼... 特別的主體性... 或... 特別的個體特殊性... 可言喔... 好... 那我覺得這是我讀到... 對人的一種... 巨大的同情... 同時也是對祖母的... 巨大的同情... 對祖母這樣一個... 具體的形象的同情... 是個人的... 他是個人史的一部分... 但是對人的... 巨大的同情... 就越寫越大了... 我們把... 就是... 對個人的這樣一種同情... 越寫越大... 把它放大到了... 對於... 對於這樣子一個... 社會脈絡之下... 廣大的人群的同情... 好... 那所以這就是我今天... 主要要涉及的部分... 就是說... 嗯... 小說或是詩... 它能夠... 如何以個人的經驗出發... 而越寫越大... 能不能寫成一本... 就我本來是在寫情詩... 但是最後寫成一本... 愛的進化詩... 好... 我如何辦到這件事情... 好... 那這也跟我的小說有關... 所以... 我們可以...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短篇小說... 好... 我今天應該是沒有啦... 因為... 這本書... 這本短篇小說集... 叫做《拜訪糖果阿姨》... 它目前也是處於... 買不到的狀態喔...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它本來還有... 賣剩下一些庫存... 然後去年的那個... 去年還是前年的時候... 就是聯合文學... 的倉庫發生大火... 然後他們就把... 庫存全部燒掉了喔... 那包括世夢人... 因為世夢人也是... 也是那個... 也是... 聯合文學出版的... 包括世夢人的庫存... 也都燒掉了喔... 但是因為世夢人... 賣得非常好喔... 呵呵... 那所以出版社就非常... 就是... 很快就通知我說... 好... 那我們... 立刻加印這樣... 也被燒掉了... 沒得賣... 就是趕快... 加印一些出來賣... 那因為拜訪糖果阿姨... 賣得沒有那麼好... 所以他們就沒有加印了這樣... 所以... 滿好笑的... 現在就處於一種... 斷貨的狀態這樣... 好... 那這是我寫的... 《島上愛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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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講什麼呢... 就是說... 它是一個... 關於個人情感的小說... 但是它同時也跟政治有關... 好... 滿有趣的... 就是說... 我不曉得大家對台灣的歷史... 有沒有一些基礎的了解... 但是因為... 就是... 就我的印象... 就是1990年代初的... 初期的時候... 我們台灣是還有政治犯的... 就是... 到了1990年代... 1995年以後大概就沒有了... 那1990年代初期的時候... 可能台灣就是... 那個時候... 你如果主張台灣獨立... 大概還是... 還是會... 就是... 基本上是會... 就是... 它是違法的... 那... 如果我的印象沒有錯的話... 這個東西到了1995年以後... 就沒有了... 所以... 1995年之後... 就是我們... 台灣的政治言論大概就... 大體上進入一種... 百無禁忌的狀態... 如果我的印象沒錯的話... 韓國一直到了1995年以後... 也就是1990年代末期... 都還有政治犯... 好... 那... 台灣最有名的... 政治犯一群人是... 美利島事件的政治犯... 那... 那... 美利島事件是1979年... 那他們之後就被判... 各自被判刑... 就是我們知道這些像... 陳菊... 詩明德... 姚家文這些人... 他們就各自被判刑... 那... 判刑大概都六年... 八年... 十年... 大概是這樣子的刑度... 那... 所以他們出獄之後... 就是... 他們出獄之後... 他們就可以出版... 俊宏御宗家書... 或是... 林義雄御宗家書... 這樣子的... 的... 文本... 那...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在... 被關在牢裡的時候... 寫家書回家... 就有這樣子的文本... 可以出書這樣... 那... 大家知道... 就是... 如果你是支持他們的... 那... 如果你對這些... 政治犯的... 政治理想是支持的話... 那... 就是... 站在一個... 選舉的角度來講的話... 我們可能會覺得說... 我們會看到這樣的例子... 譬如說... 先生被關進去了... 那... 我們期待太太... 大夫出征... 你先生被關進去了... 那你太太就出來... 選審議員吧... 這樣... 就可以繼續你們的政治理想... 那... 當然這是理想上的狀態... 就是... 的確有人這麼做... 但是事實上... 不見得這麼理想... 就是說... 因為... 他們可能... 就是... 因為先生被關進去了... 所以... 先生跟太太... 長期分隔的關係... 所以... 感情很容易變得不好... 然後各自跑去外遇什麼... 就是... 被關在裡面... 當然沒辦法外遇啦... 就是... 在外面的人就跑去外遇啦... 因為很寂寞嘛... 這樣子... 很... 很合理的一種狀態... 那... 他們甚至跟小孩也處不好... 因為... 小孩... 這個... 就是... 在小孩的成長過程中... 他們... 這些政治犯是長期缺席的... 因為他們被關在牢裡... 那... 這小孩也不一定對政治有興趣啊... 那他可能在學校... 在學校就會... 受到霸凌這樣... 因為... 大家就會講說... 就是說... 他爸爸被關在牢裡... 他爸爸是政治犯... 會有一些白目的老師... 去講這件事情這樣子... 在學校被欺負... 那可能... 長大之後... 他也... 不見得對政治有興趣... 他可能對政治很沒有興趣... 所以就很氣啊... 就覺得... 我爸也不是什麼... 太好的爸爸啦... 他... 反正他... 對... 他被關在牢裡很可憐... 可是... 就是... 我覺得他也對我們很不體貼... 很不體貼... 沒事去... 追求你的政治理想... 為了追求你的政治理想... 你知道我們作為你的家人... 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嗎... 好... 可能會有彼此之間的不諒解喔... 好... 就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好... 所以他們可能... 出獄之後跟... 他們的小孩可能也處不好... 好... 那所以我就... 呃... 我就寫了這樣一篇小說... 這篇小說的開頭是... 來自於我個人的一個經驗... 那當然... 還好我不是政治犯啦... 就是我個人的經驗是... 怎麼樣呢... 就是我... 碩士班的時候... 我念碩士班的時候... 住在淡水... 那... 每天... 呃... 在寫碩士論文的時候... 非常嚴格的規定自己... 每天進圖書館... 下午進圖書館去寫五個鐘頭... 那我... 我試到了五個鐘頭... 這樣的一個數字... 因為沒有辦法再多了... 因為如果再多下去的話... 感覺會瘋掉... 就是應該會失去... 應該會失去理智這樣... 所以就是... 每天最多寫五小時... 那最多寫五小時... 就再也寫不下去了... 之後就回家... 回家之後呢... 就是... 回家的路上有一個... 投籃球機... 好... 那所以我就去玩那個... 投籃球機發洩... 每天在那邊玩投籃球機... 所以我那一陣子... 研究所期間... 我投籃球機非常嗆... 好... 然後... 回家就看那個... 呃... 回家就打開電視... 看那個... 台灣的本土劇... 台灣的本土劇... 就是... 就如大家想像一樣... 就是非常傻勾斜的... 就是說... 你看商站... 你可以看到那個... 假公司的假總裁... 然後完全不需要... 經由任何警衛的攔主... 完全不需要擔心警衛的攔主... 就直闖以總裁的辦公室... 跟他嗆聲... 罵他這樣子... 反正你就看得很好笑這樣子... 所以就看得很開心... 然後就... 呃... 就是笑完之後... 就覺得元氣滿滿... 心滿意足的去睡覺... 然後隔天起來... 又可以繼續... 又可以繼續寫... 一天的論文這樣... 我就是這麼... 呃... 就是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非常開心的... 非常順利的... 只花了九個月... 就把我的碩士論文寫完了... 好... 感謝本土劇... 那... 這就是我... 這就是我... 就是寫... 寫碩士論文的經驗啦... 那可是... 到了禮拜天的時候... 就會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圖書館沒有開... 禮拜天學校圖書館不開... 那我就沒有... 可以專心寫作的地方了... 那所以我就只好跑到那個... 北投的一間摩斯漢堡去... 就是... 漢堡店... 然後去素食店... 然後去那邊... 一樣待一個下午去那邊寫... 寫我的論文... 然後有一天我就寫著寫著寫到一半的時候... 那兩個人都是男的... 一個六歲... 一個四歲... 就是他們是... 一對小兄弟啦... 他們就坐在我的前面... 然後就把那個腳... 跨到我的... 跨到我的桌子上面... 上面來... 然後他們就... 看我在寫字啊... 然後那個哥哥... 他們是一對兄弟... 然後那個哥哥就問我說... 說... 欸...你會寫字喔... 我說... 對啊... 然後他就問我... 他就說... 問我說... 那你會寫... 就是我們的那個... 音標這樣... 我就說... 會啊... 那... 那我就問他說... 你也會寫嗎? 那哥哥就說... 會啊... 我也會啊... 那弟弟就吐槽他說... 什麼... 你說什麼會... 你只會寫bo而已啊... 剩下全部都不會寫啊... 然後那個哥哥又問我說... 欸... 那你會寫1234嗎? 我說... 會啊... 然後我就問他說... 那你會寫嗎? 那弟弟就... 那個哥哥就說... 我也會寫啊... 那弟弟又吐槽他說... 你只會寫1而已啊... 對... 然後我就跟他們... 玩了很久... 那玩了... 還跟他們玩圈圈XX遊戲... 那玩... 玩完了之後就... 呃... 就... 呃... 就是... 後來... 我心裡面正在想說... 他們媽媽跑到哪裡去了這樣... 對... 後來... 那個媽媽就提著一個... 生日蛋糕回來了... 好... 那是一個年輕媽媽穿著... 螢光綠的短裙這樣... 對... 就提著... 就是生日蛋糕回來了... 然後就跟我道歉說... 對不起... 小朋友很吵... 吵到你了... 我說不會... 但很可愛... 然後... 他就遞給我一張名片... 他說... 如果有需要買房子的話... 請找我這樣... 呵呵... 好... 就是這樣一個經驗啦... 好... 所以我就假想說... 有一個政治犯他出獄了之後... 跟他的女兒... 他的女兒當然已經長大了... 處得不好... 兩個人在家裡每天都吵架... 所以... 這政治犯有一天... 想通了... 然後想說... 跟女兒處不好... 算了... 我走好了... 然後就... 提著他的包包... 提著他的背包... 然後就... 一時之間也不曉得去哪裡... 離家出走... 不曉得去哪裡... 然後就... 跑到摩斯漢堡... 然後... 他把... 家書拿出來寫... 他拿出來寫家書... 寫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有兩個人跟他搭訕... 那兩個人... 一個六歲... 一個四歲... 好... 就是這樣的... 一個情節... 阿貝... 智嫩的童鷹... 他回過頭來... 阿貝...你在想什麼... 害羞的弟弟... 這麼騙著頭... 你要不要陪我... 陪我們玩圈叉... 喔... 你們會玩圈叉遊戲喔... 嗯... 爸爸教我們的... 接下來他們當然就玩了... 警治方格... 圈圈叉叉的遊戲... 這個是真的... 我有陪他們玩... 外加注音符號遊戲... 哥哥尚且... 向他介紹了... 他們每日晨起的家庭生活... 爸爸早上起來... 開車去公司打卡... 然後才回來... 載我們去幼稚園... 幼稚園在哪裡呢... 在山下那邊... 你看我的書包跟聯絡簿... 他接過那... 綠色封面的聯絡簿... 他還真的把聯絡簿拿給我看... 大家知道聯絡簿是什麼嗎... 因為有人跟我講說... 聯絡簿是台灣特產... 呵呵... 我不太確定... 老師跟... 澳門也有... 澳門也有嗎... 我們叫家長手冊... 家長手冊... 對對對... 就是那個東西... 我心裡想說... 我又不是你爸爸... 上面寫著... 寫著一些... 與家長互相知會的... 系數知識... 顯然是幼稚園老師的手筆... 以及一些... 歪歪寫寫的... 彩色蠟筆塗鴉... 奇怪的是... 有些表格語文字... 居然是用日文寫的... 為什麼是日本話呢... 他問... 不知道... 老師有教我們日文喔... 那你會講嗎... 結果那是個... 雙語幼稚園... 那... 很奇怪... 日文的雙語幼稚園喔... 那你會講嗎... 我只會講那個... 那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哥哥說... 甜甜軟軟的... 海桶嗓音...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謝謝... 這麼說來... 是那種... 現在正流行的雙語幼稚園... 但竟是日語的... 他想著... 突然想起... 那講著手機... 匆匆離去的年輕母親... 媽媽去哪裡了... 怎麼還沒回來... 媽媽去拿蛋糕... 好...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對話... 那我們直接看下一段... 原來那一天是... 那個... 弟弟的生日... 這樣子... 這是窗外的景象... 吸引了他們的注意... 好... 那是一隻帶著... 項圈捶著耳朵的... 大黃狗... 是黃金獵犬... 正從公園旁的人行道上... 一路悠哉悠哉的... 舵過來... 四處文文秀秀... 兄弟倆興奮極了... 隨機跑出門去鬥狗... 我們去跟狗玩... 等一下再回來喔... 但不一會兒... 他卻有看見他們... 調皮的... 拆下了... 置放在公園地上的... 黑色長條形小園燈柱... 摟著那根燈柱... 在公園裡面... 跑來跑去... 那個燈柱很重喔... 對...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我看到這一幕... 我就覺得... 我真... 替我們國家的... 公共工程品質... 感到憂慮了... 一本書從他的提袋口看了出來... 那是施明正的島上愛與死... 施明正是施明德的哥哥... 他是個小說家... 他有寫... 他非常早就死了... 大概是... 50歲之前就死了... 就施明德在絕食... 那施明正就說... 我想... 我想應我弟弟的號召... 我就跟著一起絕食... 結果施明德活得好好的... 施明正就死了... 他深吸一口氣... 從提袋裡拿出... 原先已寫了些的那張紙頭... 放回桌上... 他本來在寫家書... 這個政治犯本來在寫家書... 那被... 這一對小兄弟打斷了... 那現在小兄弟走了... 他繼續拿出來寫喔... 很抱歉... 或許爸爸終究是... 沒辦法與你們... 好好在一起生活的... 那當然不是誰的錯... 但或許爸爸暫時的離開... 會讓我們彼此都更适一些... 很遺憾... 從前爸爸在牢裡的那些日子... 沒能來得及參與你們的生活... 你們的成長... 你們受了那麼多不該受的委屈... 但那畢竟是不可挽回的事... 或許因為這樣... 我們也沒能來得及彼此理解... 彼此信任... 爸爸的心情希望你們能夠體諒... 雖然或許... 你們可能終究難以明白... 那種像是死過一次的... 早年的成就的... 屬於政治的激情... 那理想的... 輝煌與遼落... 好... 這個是... 這個政治犯的家書... 我每一次重看的時候... 看到這一段都覺得... 這個爸爸文筆好好喔... 他還想再多說一次抱歉... 他還想再多說一次謝謝... 阿里亞多古拉麥斯... 他想天天忍忍的嗓音... 但他終究什麼也沒寫... 他頓了頓再度望向窗外... 大片落地窗反射出他的臉... 他的老衰的容顏... 油光垂墜背景的影像... 漸漸模糊起來... 為什麼模糊起來呢... 因為他可能... 他可能哭了喔... 可能是公園裡花圃的花朵吧... 集思點染的紅... 靜巧巧的心扇... 疊印在他的臉上... 因為他眼睛已經模糊了... 他看不太清楚... 但是那好像是花瓣... 或者是什麼別的東西... 不曉得... 反正是... 有些紅色的那種感覺... 然後他可以看到那些紅色... 現在透過窗玻璃... 點印在他自己的臉上... 像血一樣... 彷彿血... 彷彿血痕... 無聲的景片... 這時候什麼都聽不見了喔... 無聲的景片幾乎... 清淡的... 聽不見也看不見... 好小說結束... 好這是我的短篇小說... 叫做... 就是借用... 失明症的那個... 短篇集的... 名字... 叫做... 他寫的是一個... 政治犯的處境... 但是是政治... 雖然是政治犯的處境... 但是我同樣... 是在... 從個人的... 情感經驗來出發... 為什麼他要跟那個小孩... 玩那麼久呢... 為什麼他花那麼多時間... 在那邊寫... 寫1234... 還跟他們玩遊戲呢... 因為他這一輩子... 已經永遠沒有這樣的機會了... 因為在他的... 小孩那麼大的時候... 他現在跟他女兒吵架... 因為... 或許在... 他們本來就個性不合... 或許... 在成長的過程中... 他本來就沒有... 就是... 他完全沒有陪著... 他們成長的一種感覺... 也沒有陪著... 他們成長的一種經驗... 他的女兒... 也沒有被陪著成長的感覺... 而且... 等他出獄的時候... 他女兒已經長大了... 所以他已經... 一輩子不會有這樣的機會了... 一輩子都不會再有了... 所以他現在遇到兩個小兄弟... 他覺得... 是不是應該來... 體會一下那種感覺... 他這時候... 就覺得... 他可以用這種形式... 等於是來彌補... 事實上是... 永遠彌補不到的... 他跟他女兒之間的... 那種親情... 或是那種... 陪著他們長大的那種感覺... 好... 這是我從... 他是一個政治背景的小說... 但是... 我是從個人的經驗來出發... 我想去... 同情一個政治犯... 可能... 在這樣子的一個... 的... 社會脈絡底下... 他可能... 人的處境可能是什麼... 人的情感的處境... 可能會是什麼... 好... 我為什麼講這個... 然後大家想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讀到的... 少三的兩首詩... 他同時... 跟... 他同時是個人的同時... 也是政治的... 同時是個人的同時... 也是涉及到集體的議題的... 好... 所以我現在是要講說... 我們其實非常習慣... 而且非常常見... 藝術或是文學這件事情... 涉及到個人的情感... 因為那的確是... 藝術... 非常基本的一個功能... 就是抒發情感... 以及... 令別人可以體會這種人的處境... 尤其是情感的處境... 除發之外... 他還可以涉及到集體... 好... 就像我們看到這樣的例子... 那問題是... 他涉及到集體... 可以涉及到什麼程度... 他有什麼... 他有什麼... 可能性沒有... 他有什麼... 別的可能性嗎...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 主要所要講的東西... 好... 這是我自己的詩... 沒有時間講了... 不要理他... 我自己的詩集... 好... 這是我的... 就是我的... 就是... 可能邵山很喜歡這個裝針吧... 這樣... 好... 洛宜君... 洛宜君... 我本來這個脈絡... 是會講到洛宜君的... 但是我們今天... 也不要理他... 這樣... 也講不到他... 就是... 因為太多... 東西太多講不完... 好... 這是... 我很喜歡的... 潛碑懷裡面的一篇... 發光的房間... 好... 那... 他其實是一個... 色情故事... 還滿有趣的... 不過我們可以稍微提一下... 保羅奧斯特... 好... 就是...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 讀過保羅奧斯特的... 《紐約三部曲》 那保羅奧斯特的... 就是上面那一張是他... 就是... 就是... 以前的保羅奧斯特... 所以... 下面那一張是... 現在的保羅奧斯特... 所以這就告訴我們... 歲月真的是非常的無情... 好... 那上面是... 就是... 我要講... 紐約三部曲的故事... 這... 紐約三部曲... 的... 就是他有三個中篇小說嘛... 他第三個中篇小說叫做... 《禁所的房間》... 那我覺得非常好看... 非常推薦大家去看... 他是講一個... 天才泛修的故事... 好... 那你說這是... 涉及到個人情感的... 一篇小說嗎... 當然當然... 難道你期待一篇小說... 不涉及到個人情感嗎... 那會是什麼樣的小說呢... 我們非常好奇... 但是呢... 他還做到了什麼別的... 我們來看一下... 他講的是一個... 天才泛修的故事... 泛修跟我... 小說的敘事者我... 從小是... 一起長大的... 好朋友... 那... 我... 長大之後現在啦... 變成一個... 文學評論... 評論家... 那... 說文學評論家... 其實太狹窄... 其實我混得相當不錯... 就是說... 大家不僅會來... 找我寫書評... 找我寫... 找我寫那個... 找我寫藝術... 藝品... 大家也會... 甚至還找我去寫求評... 劇評... 求評都寫...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覺得我很會寫... 其實是個... 其實是個優秀的評論家... 但是呢... 其實我對自己... 覺得很不滿... 大家看... 我好像... 不到30歲... 就已經... 似乎就變成一個... 全紐約最知道... 全紐約最知道... 現在該去看什麼戲... 看什麼展... 看什麼球的人了... 未滿30歲... 就已經獲得這種地位... 大家覺得... 我好像混得很好... 但事實上... 我覺得... 覺得很... 就是覺得很厭煩... 覺得很有職業倦怠...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我本來... 是一直想要當... 偉大的小說家的... 我期待我可以寫出... 偉大的小說... 那最後... 寫了幾年之後發現... 我好像沒有這個才能... 那雖然我... 當評論家當得不錯... 大家都覺得我品味很好... 評論也寫得很好... 但是我... 一邊覺得... 心態老邁... 就覺得... 我一輩子就是這樣啦... 就是... 當個不錯的評論家啦... 也沒有更上一層樓的可能... 本來我想要當... 偉大的小說家... 可以寫出偉大的小說的...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好... 那這時候呢... 就是... 突然... 有一天啊... 有一天... 就是有一個正妹... 跑來找我... 正妹叫做蘇菲... 蘇菲是誰呢... 蘇菲是... 范修... 就是我的童年自有的... 太太... 那... 她為什麼跑來找我呢... 其實我跟... 范修已經失去聯絡了... 那... 那個... 范修就是... 長大之後失去聯絡... 很正常的事情... 那... 她就跟我自我介紹說... 我是范修的太太... 為什麼跑來找我呢... 因為范修失蹤了... 范修其實一直在寫東西... 而且不肯出版... 蘇菲就很受不了啊... 說你寫得這麼好... 為什麼不出版呢... 那范修就非常的... 我們不曉得... 反正他就很扁扭... 他就不肯出版... 那有一天就受不了蘇菲... 終於跟他講說... 好啦...好啦... 就是... 你要我出版也可以啦... 就是有一天啊... 假設我... 假設我死了的話... 那你就... 呃... 你把我的這個手稿... 拿去給... 我的好朋友... 就是這個我... 拿去給我的好朋友看... 那... 因為他是非常有名的評論家... 所以他品味很好... 他一定可以斷定說... 這個書值不值得出版... 如果他說值得出版... 你們就去出版吧... 這樣子... 然後... 范修講完這個話... 沒過多久... 他人就失蹤了... 看起來簡直像玉某啊... 反正他失蹤了... 然後失蹤了過了一年... 過了... 幾個月... 過了幾個月之後... 就是... 都找不到人... 那所以... 蘇菲終於接受了他的... 接受了這件事情... 就是說... 說不定... 范修已經死了這樣... 結果還留下一個遺父子喔... 就是他失蹤的時候... 蘇菲還懷著他的小孩... 好... 現在沒有辦法啦... 就是... 完成... 只好完成他的遺言... 就抱著兩箱書稿... 來找這個我... 那我呢... 看到這個... 就是... 看到蘇菲... 因為蘇菲非常正... 所以又是... 就覺得非常高興... 又跟他保持聯絡這樣... 保持聯絡... 然後看了書稿之後... 覺得... 就是... 范修真的寫得很好... 我的童年自有... 真是個天才... 他寫得非常好... 所以就幫他安排出版事宜... 順便跟蘇菲保持接觸... 保持接觸之後... 兩個人就相戀相愛... 然後就結婚了... 結婚了之後... 就... 還生下了... 就是... 好朋友... 范修的遺父子這樣子... 就一家三口... 過著... 其樂融融的生活... 那本來過得很開心啊... 過得很開心之後... 就是有一天... 我就突然又接到... 一封信... 就信箱裡面有一封信... 一封信就... 署名說... 我是范修... 那就... 就很奇怪... 就說我是范修... 就想說... 好... 我知道你現在跟蘇菲結婚了... 那... 你們也過得很好... 那... 書出版了... 我的書獲得好評... 我也很開心... 那... 你們也收到很多版稅... 這樣... 那... 那這樣很好... 我覺得這樣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本來就擔心... 蘇菲跟我的小孩... 沒有人照顧... 那你們這樣子很好... 就是... 就是... 現在蘇菲跟小孩... 都有人照顧了... 那你們就可以... 繼續領... 這個版稅... 然後過著很好的生活... 那... 你千萬不要來找我... 就當作我已經死了... 那... 為什麼呢... 因為... 反正我已經不想再寫作了... 那已經是我過去的生活... 我現在想過... 完全不一樣的生活了... 我也不想要我的婚姻了... 所以... 我就... 我就... 躲起來了... 所以... 你不要再來找我了... 那... 如果你來找我的話... 我會把你殺了... 好... 如果你是我的話... 你接到這封信... 你該怎麼辦... 你會不會覺得... 范修很機車... 這人很爛... 這人很... 就是... 很... 我不曉得該怎麼形容... 就說... 你要假裝你死了... 你就去死嘛... 你就保持沉默就好了嘛... 為什麼還要告訴我... 你活著... 而且... 更糟糕的是... 我們也不曉得... 這封信是不是真的啊... 對不對... 那... 這時候... 要是我的話... 就是... 我們可以把信啊... 去給蘇菲看... 看他一下... 說你看一下... 是不是范修的筆跡... 這時候... 可是問題是... 我們根本就不想跟蘇菲講... 要是你... 要不要跟蘇菲講... 當然不要啊... 要是我... 我也不要啊... 等一下... 蘇菲看到的信... 發現他的... 先生范修還活著... 他可能會想說... 怎麼辦... 我還是比較愛范修... 或什麼之類的... 說不定會對... 婚姻投下變數之類... 就當然不要跟蘇菲講... 那怎麼辦啊... 很想去找他... 把他殺了... 可是他說他要殺了我... 叫我不要去找他... 好...你想想看喔... 這個范修的機車還不止於此喔... 你看... 旁人會怎麼... 旁人會怎麼說這件事情... 他會講說... 你看這個人... 就是我啦... 就是這個評論家... 他也不是說有什麼... 也沒有辦法寫出偉大的小說... 結果他現在... 凡是他的... 好朋友寫出了偉大的小說... 那你現在領好朋友的板稅... 跟他的太太在一起... 養他的小孩... 你根本是不是... 根本是不是... 剽竊了你整個好友的人生... 你根本就依賴著你的好友在活嘛... 對不對... 那但是你如果站在我的立場的話... 你就會覺得... 你就會想這樣反駁說... 什麼... 你覺得我剽竊了我好友的人生... 我覺得是我的好友... 剽竊了我的人生吧... 對不對... 因為... 你看我現在... 就是... 我是個... 很想當偉大作家的人... 但是我現在覺得... 很沮喪... 因為... 我覺得我一輩子大概... 沒有那種才能了... 結果現在呢... 我娶了我好朋友的太太... 養他的小孩... 收他的版稅... 那所有的人... 遇到我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都是問... 都是跟我說... 欸... 你的好朋友... 的書寫得很好喔... 是我... 我才被剽竊了吧... 我的... 在... 在我的好友... 泛修的陰影底下... 我... 這整個人... 好像變得沒有存在感... 到底是誰... 剽竊了誰的人生啊... 有沒有這個... 很精彩有沒有... 這個小說的情節... 非常精彩喔... 好... 小說的結局是什麼呢... 我就先不要講好了... 因為很好看... 大家去看好了... 那我是要講說... 這是... 跟我們今天... 演講的主題... 有什麼關係呢... 你看... 我一開始講什麼呢... 往前... 好像太多了... 我們不應該弄這麼多張的... 好... 你看第三個... 第三個題目... 這其實涉及到這件事... 他已經... 保羅奧斯特... 藉由這樣一篇小說... 已經把... 小說的格局... 或是... 文學的格局... 拉到這個地步了... 因為這在問你說... 你個人的存在是有意義的嗎... 人... 的個體... 有什麼個體的特殊性可言呢... 有什麼個... 個體特殊性可言... 你跟你的好朋友范修... 是不是可以互相取代的呢... 是不是可以替代的呢... 他在質疑人的特殊性... 他在質疑人的主體性... 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了... 人是什麼... 人從哪裡來... 人往何處去... 所以他其實寫得很好... 他藉由這樣巧妙的情節安排... 來質疑人的特殊性... 人的個體特殊性... 好... 你想一下... 人是什麼... 凡是... 有科幻小說... 只要裡面有兩種人... 一種叫人類... 一種叫生化人... 的科幻小說... 一定觸及到這件事... 對不對... 好... 保羅奧斯特那一本... 那一篇小說... 不是科幻小說啦... 那他藉由寫實的方法... 問到了這樣子的一個... 深邃的問題... 就是人的... 基礎是什麼... 人到底是什麼... 人的個體... 的特殊性是什麼... 好... 人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怎樣才算你這個人呢... 如果把你的記憶換掉了... 你算是... 你還算是... 算是你嗎... 好... 這就牽涉到... 我常講的... 一句話... 就是說... 我寫出世夢人的時候... 媒體都會... 有這樣子的... 訪問... 就是說... 他們會問我說... 你是一個... 純文學小說家... 為什麼你對科幻如此... 著迷... 我跟他說... 我喜歡科幻... 因為科幻最極端... 為什麼最極端呢... 可是在科幻可以... 科幻裡面可以把... 人的記憶直接換掉... 只要你技術上說得通... 可以自圓其說... 你可以把人的記憶直接換掉... 那產生了這樣... 極端的情節之後... 我們就可以追問... 這樣一個極端的問題... 當你的記憶被換掉了... 你還是你嗎... 人的主體性的問題... 就被凸顯出來了... 我們就可以把... 小說的高度拉到那個... 人是什麼... 人從何處來... 人往何處去的... 這個... 非常基礎的問題上面... 非常激進的問題上面... 那如果在... 一般的寫實小說裡面... 你比較難做到這件事情... 因為你沒有辦法... 你比較難製造極端的情節... 你比較難讓... 一個人的記憶被換掉... 我們通常是... 我們比較容易的是... 讓一個人失去記憶... 被車撞失去記憶... 或者是... 掉到狐狸失去記憶... 像我們... 像我們在偶像劇裡面... 連續劇裡面... 常常看到的這樣子... 才可以問這樣子的問題... 那就... 通常顯得非常傻狗鞋... 很好笑這樣... 但在科畫裡面... 它不會好笑... 你只要把它... 就是把整個... 就是... 架構... 安排清楚... 把它... 就是如何失去記憶... 或者如何換掉記憶... 這個技術... 說明清楚... 可以致遠起說... 就可以了... 所以我講這樣一句話叫做... 我喜歡科幻... 因為科幻最極端... 因為最極端... 它可以製造最極端的情節... 比較容易啦... 相較之下... 比較容易製造最極端的情節... 所以它就可以... 問出最極端的問題... 好... 那我現在要問說... 人有什麼最極端的問題... 人有什麼最極端的問題... 人的意義是什麼... 人有什麼最極端的問題... 好...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 Terry Egoton... 就是非常有名的... 英國的理論家... 他會講說... 當人自己... 要去尋找生命的意義的時候... 人的意義的時候... 這個... 終極的問題... 當他面臨這個終極的問題的時候... 他說呢... 依照... 就是... 歷史上... 這是歸納法... 依照歷史上的... 經驗看來... 人都會往這幾個方面去尋找... 叫做... 性... 宗教... 文化...等等... 那下面那個... 也是我喜歡的... 心理學家... 他叫做... 歐文雅隆... 那他也是... 他的... 他最有名的著作就是... 存在心理治療... 他說... 人的終極的難題是什麼呢... 人的終極的難題就是... 自由... 死亡... 孤獨... 無意義... 他把它分... 分類成這幾項... 你看我把死亡特別標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死亡是... 自己一類... 自成一類... 自由... 孤獨... 無意義... 這三項其實是同一類... 為什麼呢... 我想大家可以理解... 當你有了自由... 你就必須要面臨... 如果你真的有自由的話... 你就必須面臨一個問題說... 那你要做什麼... 然後... 你就不知道該做什麼... 因為這其實是... 就是生命的意義嘛... 對你而言做什麼事情... 生命是有意義的... 所以這其實是非常沉重... 而且巨大的問題... 所以... 孤獨跟無意義... 就是這樣來的... 你最後可能會發現... 生命真的... 沒有什麼道理可言... 或是... 沒有什麼意義可言... 好... 所以... 剩下三個是一組... 這是我們... 就是從... 理論家那邊尋求... 解答這樣... 那... 終於進入世夢人了... 我看一下喔... 嗯... 再十分鐘喔... 講十分鐘應該可以吧... 對... 然後... 講十分鐘之後呢... 應該還有邵山的兩首詩這樣... 好... 這是世夢人的... 那個... 故事梗蓋... 一場間諜戰爭... 一個被遺棄的生花人... 一位紳士沉迷的AV女兒... 這一句呢... 在簡體字裡面被刪掉了... 對... 真的啊... 這是我的小說的slogan嘛... 好... 就是情節簡介... 那個... 繁體版是這五句啊... 那簡體版只有四句... 中間那個AV女兒被刪掉了... 真是... 不曉得該說什麼的... 就為了喜大大嗎... 好... 好... 這是世夢人的簡介啦... 就是說... 它同樣是像我剛剛講的... 它是涉及人類跟生化人兩個族類... 那這在科幻小說裡面... 當然也不新鮮喔... 當然我們最近看到... 《銀翼殺手2049》... 就是這樣子嘛... 好... 那最早的《銀翼殺手》... 也是這樣子嘛... 它涉及人類跟生化人兩個族類... 好... 那我是假設呢... 就是說... 這是夢人的情節簡介... 那我們不要管它... 太過去好了... 我直接講一個註解好了... 它情節簡介是這樣... 就是說... 就是有個情報員... 都得有判討啦... 然後... 然後... 它發現這個... 當局發現... 這個事情跟生化人... AV女優... Eros有關... 那可以找到... 以Eros為主角的紀錄片... 最後的女優... 但查證結果顯示... 除了Eros本人之外... 紀錄片中入境的其他角色... 包括經紀人啊... 男優等等... 都是造假... 這一... 就是... 它那個背景是說呢... 因為人類... 因為生化人的AV女優... 他同樣也會遭到... 就是... 夢境技術的取代... 為什麼呢... 因為... 夢境... 他們從此以後... 可以直接... 製造春夢... 那所以我們人類... 就去做春夢... 滿足幸運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找真的女優... 我們不需要找真的女優... 來拍真的A片... 其實不需要... 我們只要... 製作春夢... 就可以了... 好... 那所以那是... 最後的女優... 那... 在夢境技術... 成熟之後... 這一群女優... 就要失業了... 好... 好... 那我們問... 就是... 所以他們去拍了一個紀錄片... 結果發現這個紀錄片... 是假的... 好... 好... 故事... 跳過去... 跳過去... 好... 講這一段... 這一段是... 世夢人裡面的一個註解... 好... 就是... 邵森剛剛有提到註解... 就是... 我有很多常註解... 常註解... 就是... 長達... 三四千字以上的註解... 好... 因為那個註解... 等於是一個短篇小說... 所以你如果... 買世夢人這本書的話... 就會非常划算... 為什麼呢... 因為你... 買一本長篇小說... 可能... 等於是... 附贈三十個短篇小說... 這樣子... 對... 它有... 三十則左右的註解... 好... 以上是... 置如性行銷... 這樣... 好... 我們來看這個註解... 這個註解... 就是這樣... 二二二五年... 九月獨賣新聞的記者... Y Connelly... 這出乎意料的... 撰稿揭露一個相關的秘心... Y Connelly這個記者... 於該報稿中表示... 多方追索... 並對深山教授... 生前的情婦... 小田九子... 進行多次訪談之後... 他已獨得... 獨家取得... 一批深山教授... 於二二一三年前後... 所撰寫的... 私人筆記與電詞記錄... 這是在講什麼呢... 是這樣子... 就是... 深山教授... 得了諾貝爾獎... 那他為什麼得諾貝爾獎呢... 因為他發明了一個... 方程式測定儀... 那這測定儀是... 幹什麼的呢... 請問大家知道... 電子顯微鏡的... 運作原理嗎... 知道的舉手... 不知道的舉手... 好... 電子顯微鏡是這樣... 就是... 我們是... 比如說我們要看... 這個... 蒼蠅的... 口氣這樣... 這樣小... 對不對... 那我們就抓了一隻蒼蠅來... 抓一隻蒼蠅來... 你用電子... 用電子數去擠打他... 擠打他... 那些電子會反彈... 反彈之後... 我們就... 收集那些反彈的... 電子的位置跟速度... 這時候呢... 一個影像就呈現出來了... 這樣了解吧... 大致上可以了解... 好... 那... 這其實就是... 電子顯微鏡的運作原理... 其實就這樣而已... 好... 那... 他發... 這個... 深山教授發明的方程是... 測定你的技術是這樣... 他用... 比電子更小的... 粒子去打... 好... 他不用電子數... 請問比電子更小的粒子是什麼... 沒有... 中子值比較大... 其實大家知道啦... 是夸克啦... 就是夸克他們啦... 好... 就是... 上帝粒子... 好... 就是... 他用那些更小的粒子去打... 所以就更精密... 好... 那... 這時候呢... 在理論技術上面會... 遇到的問題是什麼呢... 因為到了那麼小的粒子的時候... 我們就無法忽略... 測不準原理... 所以其實你是測不準的... 那... 這是我...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小說創作者... 我告訴你說是這個樣子... 那... 那事實上... 森山教授就把他克服了... 在小說中這樣... 對... 就是... 他克服了這個測不準原理的問題... 那... 所以他發展出了方程式測定理... 所以他可以精確的測定... 任何的東西... 任何的... 就是任何的反應發生的時候... 裡面有什麼樣的變化... 好... 結果他就把他拿去測什麼呢... 大家繼續看喔... 他說呢... 他獨家取得一批森山教授... 於二二一三年前後所撰寫的... 私人筆記與電磁紀錄... 根據該份私人筆記... 神山教授跑去做秘密實驗... 他說什麼呢... 二二一二年... 神山教授的母親與妻子... 大總理莎相繼病逝之後... 神山教授隨即陷入一個... 長期性的... 持續性的憂鬱症候中... 而且該份醫療亦透露驚人內幕... 即神山教授曾於位高知... 其餘研究團隊其餘成員之下... 的狀況之下呢... 以方程式測定理... 就是這種技術呢... 獨自進行兩次命運實驗... 就是這種基本例子的打擊技術呢... 測定人類臨終時刻的狀態變化... 那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太太... 我媽媽... 要死了... 那她快死了... 我就把她抓來做實驗... 把她放進那個... 儀器當中... 為什麼呢... 因為我想知道生命是什麼... 據說... 據說人的... 人死... 死掉之後... 他的... 整個身體... 會減少... 一些重量... 那個重量是... 21克... 21克... 對... 就是有這樣的傳說嘛... 靈魂的重量... 據說是21克... 這樣... 這時候我... 發展出了這個技術... 我就想要... 搞清楚生命到底是什麼... 所以... 我就把那個人... 拿來放到儀器裡面... 進行基本例子打擊... 我想要知道說... 她... 但她失去生命的那一刻...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 就... 發生了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實驗... 但該命運實驗... 四位獲得具體結果... 即便如此... Yconner 理於報道中引用的... 某筆記片段... 卻有物理學界... 生理學界引發... 軒然大波... 該片段內容如下... 這個是聖漢教授... 做了實驗之後的私人筆記... 字有點小... 靈魂的秘密... 我不明了... 靈魂的秘密... 一如... 我不明了愛... 亦不明了無愛... 如今我明白... 在我長年的實驗室生涯中... 我從來不曾真正解釋... 或論證過些什麼... 那死的意義... 死去... 這件事所經歷的時間... 死... 冷漠... 那些秘密實驗裡... 我所能夠... 掌握確定的... 也只有一項概念... 關於生的氣息... 關於死的所謂本質... 那是存在於... 另一個不可見維度裡的事... 而那個多餘的所謂維度... 竟只是我們這個世界裡... 基本粒子之間... 不穩定的交互作用而已... 在那個維度裡面... 能夠被某些物理定律... 計算證實的生與死... 在我們現存的此一世界... 以古典觀點... 古典觀點而言... 三維空間與一維時間... 以閒論觀點而言... 10或11個時空維度... 其等價幻算之無... 竟只是以永恒... 且隨機之空無... 完全不曉得他在寫什麼... 大家知道他在寫什麼嗎... 大家知道旋論嗎... 旋論應該有聽過吧... 大家知道旋論的理論是... 講說我們的世界... 並不是三維空間... 跟一維時間... 不是的... 依照旋論的觀點... 我們所處的世界... 是有10或11個維度... 那多出來的那6或7個維度... 是我們肉眼不可見的... 那些維度非常的細小... 捲曲在我們所見的... 這些三個維度的空間當中... 它藏在它裡面... 那我們人類的感知能力... 是感受不到的... 這樣大家了解... 那所以... 它其實這個... 它... 其實神山教授在暗示... 那個實驗結果說... 包括愛... 包括恨... 包括那些... 我們所不知道的... 這些情感的... 問題... 我們... 情感是... 沒有辦法被定律所... 我們現存的... 定律所計算證實的... 但是神山教授在暗示你說... 包括生命這些東西... 我把我的太太跟我的... 媽媽... 臨終時刻拿來做實驗... 我獲得了什麼呢... 我獲得的可能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說... 生命在其餘的... 其他那些不可見的維度裡面... 在那些維度裡面... 的時候... 說不定有... 定律... 說不定有算式... 可以證實它... 請問大家看過... 星際穿越嗎... 有嗎... 有看過星際穿越... 星際穿越... 最後是講什麼... 它是不是其實在暗示你說... 愛在第五維度裡面... 對不對... 它是不是這樣講... 所以是不是跟... 這個概念有點類似... 所以我抄襲了... 星際穿越... 是嗎... 當然不是啊... 當然是星際穿越... 超襲我啊... 為什麼呢... 因為世夢人... 2010年就寫出來啦... 你們去查查... 星際穿越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好... 這當然是開玩笑啦... 就是說... 大家想到同樣的事情... 大家想到同樣的點子... 好... 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接下來呢... 就發生了... 深山詛咒... 就在獨賣新聞... 最初報導過後一年... 某日... 教授的兒子... 跟情婦小田舊子... 兩個人是對立的... 因為... 他們... 他們就在爭論說... 那一份... 我爸爸的筆記... 到底應該是誰的... 就是... 深山貌就會覺得... 應該是他的... 那... 情婦小田舊子... 又再度公開了... 私人筆記的部分內容... 並解釋此舉... 因為深山教授... 以汝中所佔您的要求... 然後... 此次公布的... 筆記內容記... 簡短字... 僅有數哈... 分為兩小段... 首段僅有一句... 叫做... 詛咒存在於第七維度... 好... 這是第一句... 第二段... 這是... 這一則註解... 這一則註解... 這跟我們今天的主題... 有什麼關係... 大家有沒有... 想一下... 就是... 我從一開始在講什麼... 我要追問... 就是說... 小說... 就是... AI如果來寫小說... 就是... 就是... 或是... AI如果來寫... 他能夠寫到什麼... 這時候我們就必須要問說... 有什麼事情... 他能做得到... 就是... 我們作為一個人... 我們作為一個人... 我們會不會覺得說... AI怎麼可能拼得過我呢... 怎麼可能拼得過我... 好... 什麼叫做... AI怎麼可能拼得過你... 你... 你這個... 身為人的自信... 是從何而來的... 你總要知道... 人現在可以做到什麼吧... 你知道一下... 人現在可以做到什麼... 你才能去問說... 那我做到的... 我已經做到這些事情... AI能不能做到... 好... 人可以做到什麼... 人在文學藝術裡面... 可以做到什麼... 我一直在拉高這個... 就是說... 小說的... 問題的... 的層次... 愛是什麼... 我現在問到這個問題了... 情感是什麼... 愛是什麼... 生命是什麼... 好... 因為我喜歡科幻... 所以科幻最極端... 科幻最極端... 因為他可以用這種方式... 如此極端的情節佈置... 我可以直接問出... 這麼極端的問題... 說不定愛... 在別的維度裡面... 說不定恨... 在別的維度裡面... 我可以... 我可以做出這樣的假設... 或是做出這樣的提問... 好... 那跟剛剛... 跟剛剛... 就是... 像... 保羅奧斯特所... 做到的那些事情... 直接在問說... 人的主體是什麼... 人到底是什麼... 到了這一篇... 就是這個... 小小的註解裡面... 我變成繼續在問說... 請問你告訴我... 靈魂是什麼... 我在做這樣的設問... 靈魂有可能是什麼... 好... 層次已經被拉得... 滿高的囉... 好... 還可以做什麼呢... 還沒有結束喔... 小說能做到的事情... 其實是非常驚人的... 文學能做到的事情... 其實非常驚人... 好... 我喜歡科幻... 因為科幻最極端... 我們已經問到... 生命的問題... 生命的意義的問題... 我們已經問到... 人的意義的問題... 我們已經問到... 靈魂是什麼... 還有沒有更大的問題... 好像沒有囉... 其實還有... 其實還有... 誒... 字...為什麼變得這麼小... 這樣... 我怎麼唸呢... 這個是那個... 好漢嗎... 對...好漢... 你看我眼睛沒問題... 人間看不見了... 看一下... 這念好漢好了... 不覺得... 好啊... 邵珊妳幫我們念... 好啊... 邵珊妳幫我們念... 好啊... 好... 字變很小... 誒... 那還是念嗎... 對啊... 好好好... 大家先聽邵珊念好了... OK... 呃... 好漢... 好漢... 中國人罵... 總有一點... 懷骨的基因... 明天就辭職... 眾生約上晚安... 啞唐標... 用碗殼酒... 拜師動輕功... 非禅酒壁... 案變成為物主義一妻多夫... 通古今之變... 重新收治... 俗寫第二性... 非甲傳書... 聽說後後的二十四事... 有八百三十九名女子... 普遍不著雅傳... 我讀過的... 大部份古代史... 不是列女傳... 就是馬鈞列傳... 好... 我不想大家讀這首詞有什麼感想... 就是... 我覺得很有趣啦... 就是... 這首... 比較開心的詩這樣... 就是... 如果... 如果... 如果可以拋開那種... 身... 在社會脈絡底下... 身為女性的限制的話... 我們可以去幹什麼事情這樣... 好... 那就是... 這裡呢... 就是我覺得從... 比如說你從... 這本詩集... 整體的脈絡來看的話... 他就變成說... 我們從一個... 從一開始的... 我們都在... 討論個人的情感... 有什麼樣的發展... 個人的情感經驗... 這時候我們... 把... 已經把層次拉到了一個... 文明史的... 的... 的... 一個維度... 就是文明史... 就是說... 身為女人... 在文明的脈絡當中... 在人類... 到目前為止的歷史當中... 她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而我們有可... 有別的發展的可能嗎...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好... 接下來是... 大同世界... 應該是... 這首詩還蠻長的... 應該是... 應該不用唸全部... 我覺得... 看就好了... 對... 就是唸第一頁就好了... 對... 要不然我來唸... 欸... 還是我來唸吧... 好... 然後少三年... 免得他沒事做... 好... 好... 大同世界... 我們像清洗葡萄一樣... 小心翼翼... 把鼻子的身體... 吻過一片... 一片桑葉等待時間... 蠶食雖無底洞... 一片不流木... 一堆流木等待... 痛苦的雕塑... 我多想為他... 打造一個全新的世界... 在水中抽出... 一座孤島... 不妨只見在... 白芝麻的山頂... 或者驕傲跳山... 在大喜中頗冷... 做一頭善來的黑熊... 每天呼嚕呼嚕... 和他擁抱著... 滾離鬼島... 又遠如蝴蝶... 和野狐... 掀成勺子... 樹樓... 我每滴花蜜... 收個淨盡... 我多想把自己... 剪成粉末... 進入大喜... 進入人物的內部... 無需... 再進一對花竹... 永遠失縮... 東歪西島... 來生成為一味善緣... 有時為癡... 生殖一次... 再轉變為河... 完成自我的終極探討... 大同世界兩個... 不用再當一隻母狗... 為佔有而不斷決鬥... 決鬥... 不用再躺在一架... 挖挖的機器中... 何謂一根謠錦... 不再現家... 不謂硬斃我世言所動... 秋生 你有談這個話嗎? 呃... 我什麼呢? 呃... 你講一下... 呃... 我所想的一切... 在大同世界裡都發生了... 我所想的一切... 在大同世界裡都沒有發生... 我在大同世界裡... 和姐姐相依為命... 我最大同世界裡... 為死亡仍然不離... 連買買自己也無論為力... 大同世界裡... 我什麼都不隱藏... 不偏愛... 不張握... 原諒背離和寂寞... 讓欲望與尊嚴... 不命與繁忙的皆過... 拿著子協權拋照... 把石頭放在破水的口袋... 連一隻蚊子都可以欺負我... 姐姐... 我最大同世界裡... 我將盡力討好所有人種... 丟掉家鎖與包袱... 我將失去明智... 發作野馬... 隨意交學... 不作選擇... 不過銀河理性白髮... 但同世界裡... 我將盡力討好所有人種... 丟掉家鎖與包袱... 更以失去明智... 發作白智... 以至我什麼都不是... 對... 對... 好... 對... 讓我們聽邵珊自己講一下... 嗯... 其實我覺得... 剛才一個人一直分析得非常好... 因為我覺得... 無論是她的... 這個施莫隆的創作也好... 還是我這個... 愛進化石的創作也好... 其實我們都是... 真的是希望從個人情感... 往上... 去再探討... 就是... 文學的可能性是什麼... 就是... 嗯... 我覺得... 詩歌很多時候... 呃... 大家會覺得是一個... 很私人很隱密的事情... 探討... 特別是女性詩歌... 大家都可能會有一個偏見... 就是說... 呃... 他們探討可能是一些很微小的... 很... 微觀的東西... 他們無力... 也... 沒有... 慾望去探討更大的事情... 或者詩歌是不是... 有可能從個人史... 演化出來變成... 就是... 普遍的... 就是... 公共史... 的一個部分... 啊... 所以我在... 做這個詩集的時候... 我一直在提這個疑問... 所以剛才... 無論是看到... 好漢也好... 看大同世界也好... 其實... 我覺得很多讀者給我的反應... 就是... 他們試圖在裡面去偷一些... 什麼信息... 好像看日記一樣... 然後... 看怎麼樣可以... 有一些八卦的事情... 可以... 看... 到... 我的寫作其實... 並不太會那樣... 其實很多時候... 像一個演亮... 呃... 他寫... 拜訪韓國阿姨... 他可能是從一個... 生活上的某一個... 真實的片段... 延伸出來... 當然我的詩歌也是啊... 他可能是... 有一些就是... 無論是我個人... 還是我看到... 聽到我的朋友... 就是... 人生的這些... 微小的片段... 來刺激我... 去做... 這方面的創作... 可是... 我要探討的... 不只是我個人的事情... 我常常會... 在這個... 事情裡面去探討... 女性... 女性到底... 在這個愛的關係裡面... 是... 在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所以像... 好漢... 裡面就會講到... 二十四十... 裡面... 就是... 女生普遍是... 不做瓦泉的... 就是... 女生... 到底在整個... 中國歷史的書寫上面... 是... 存在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像裡面我也提到... 像後花園... 的群像... 裡面就是... 我把很多... 就是... 中國文學... 或者外國文學裡面... 一些很經典的人物... 比如說... 杜力良啊... 然後... 減愛啊... 他們重新書寫一遍... 用當代的角度... 因為我就是... 很想... 我很想在這個事情裡面... 去... 去... 除了解決我個人的... 感情困境以外... 也試圖去解決一下... 就是... 或者提出一些疑問... 就是說... 那女生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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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也會遇到一些什麼問題... 然後再往前一步推... 就是說... 那... 男性呢... 男性在愛的關係裡面... 又是怎麼樣... 那再往上推... 就是... 人... 人類在整個... 就是... 有文明以來... 然後... 對於愛... 多少人寫了多少本書... 多少個愛情故事... 多少寫... 多少首愛情詩... 那結果呢... 是有進化... 還是有退化嗎... 這樣子... 所以我就是... 在裡面... 轟轟烈烈的寫了... 就是... 三百多頁... 然後... 然後... 但是... 因為... 我記得... 小姨看我這個書的時候... 後來她問我說... 為什麼是進化史... 因為... 很多時候... 每個人... 因為我發現我這個書名... 常常... 會有人寫錯... 進行事... 進步史... 害的進行事... 就是... 就是... 很少人會... 正確地講得出來... 它是進化史... 那... 當然就是說... 進化史是不是一個預設... 就是說... 愛一定是進化的嗎... 愛有沒有可能是退化的... 當然有啊... 所以其實... 最後一首... 對... 重點就是最後一首... 對... 《石器時代》... 然後... 看最後兩句就好了... 《愛中一》完成進化... 抵達永恆的《石器時代》... 好像聽起來還是很... 我覺得你們仔細看我過往的詩集... 都是... 好像有一個光明的結局... 這樣... 但其實... 我其實是蠻悲觀的... 《愛中一》完成進化... 就是到達《石器時代》... 《石器時代》... 我沒有多遠... 也就是說其實... 我們真的有驚化嗎... 就是... 在愛子這個範疇裡面... 我是... 抱有懷疑的... 對... 然後所以我自己覺得... 无论是诗歌创作也好 或者我看诗梦文的过程也好 其实我觉得我们都试图是 就是提出一些大在问 可是这个大在问的终极想法 其实都是探讨人性本身 虽然比如说一个人的 这个书里面有很多很 很妙很妙的一些想法 比如说梦境的植入 然后有很多奇奇怪怪的 非常棒的一些事情 但是我觉得它居然把它 push到这个极端 其实跟我的诗也是 大同世界也没有两个女生 一个男生在里面 然后看起来都是很疯狂的近况 所以其实我们在做的 就是本质上是有一点相类的 就是在诗跟小说的文体上面 看怎么样去push到一个新的极限 而且在push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在建造一个新的世界 然后我们让那个世界 也容许这种偏激或者极端和理化 然后就在这个test的过程里面 我们再去探讨一些比较大的问题 然后再去进一步解决 不只是个人还有大家的问题 但是讲到底 无论多极端 无论多疯狂 我们探讨的 我个人觉得还是人性本身 因为像希莫里面提到生化人 可是他里面有提到很多问题 比如说柯隆人 比如说你柯隆 柯隆是叫柯隆啊 柯隆了一只羊 你不用管他是不是 从一个baby 然后变成一只大的羊 然后死去就好了 可是柯隆一个人 你怎么养他 你要教育他吗 那教育生化人 这个 那教育生化人跟教育一般的人的分别是什么 然后我觉得 他就是在里面提出了很多 就是就针对生化人跟人类之间 就提出了很多 到底的人性是什么 我们是什么 所以我就觉得 为什么这个场合很棒的原因 就是 他虽然很疯狂很极端 可是他完全没有理题 他依然是在探讨我们 现在这个世界里面对的一些 非常重要 也非常需要思考的问题 爱什么时候会有进化呢 就是我很喜欢这一部分 就是大同世界说什么 来生成为一位善与幼时为此 升职一次再转变为雄 完成自我的终极探讨 如果可以选的话 我也希望可以这样 那 这在目前还没有办法实现 说不定在未来可以哦 就是 当我们的生物技术 进行到这种地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完成自我的终极探讨 因为作为一个男的 你想要知道女的的感觉是什么 作为一个女的 你想要知道男的的感觉是什么 好 那 这当然其实也是一首 大同世界当然也是一首悲哀的诗啊 因为大同世界是一个 或许可以说是一种反凤吧 因为在大同世界里面 那你不需要再 就是当一只母狗为占有而不断的决斗了 那 可是那是在大同世界里面 那 在现实的世界里面呢 人 其实不只是女人啦 所有的男人也是一样 他总是要为爱情的占有在那边决斗 那占有欲是怎么来的呢 占有欲的基础是什么呢 我觉得也非常有趣啦 好 所以这是的确就是进入到了 然后进入到十七时代 就是这到了一个 就是我们在纵观整个文明史当中 爱这个东西 或者是人类的情感的这个东西 它是什么样的位置 就是我觉得 就是读这本诗集 它是进行到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好 那这就呼应到说我们今天的 就是我今天的PPT的主题 就是说 就是还 我们小说或是诗可以做到什么地步 好 是极端了吗 到了人的主体性是极端了吗 到了生命的意义是极端了吗 或者是到了情感 是不是在第五维度 或是第七维度里面 这是极端了吗 其实还有更大的东西 还有 这个是基地三部曲 那基地三部曲也非常好看 但其实基本上因为它写得很通俗啦 对 那基地三部曲在写什么呢 它是在讲说呢 呃 呃 呃 我们 我们直接看这个好了 我看一下 看一下我没有写 好 这里 这是心理史学 基地三部曲的核心概念是心理史学 爱希莫夫的基地三部曲 呃 他是在讲说呢 就是盖尔多尼克使用非数学的普通概念 将心理史学 定义成数学的一支 他专门处理人类群体对特定的社会与经济刺激所产生的反应 他说呢 在各个定义中都隐含一个假设 一级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 总数必须大到足以用统计方法来处理 群体数目的下限可由谢顿第一定义决定 好 谢顿教授呢 是发展出心理史学 Psycho History的这样子的一个学者 心理史学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其实是说 你等一下宵夜想要吃什么 我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你个人等一下明天晚餐要吃什么 这太随机了 我没有办法预测 但是如果是整个群体的命运 整个群体的命运 比如说中美贸易战最后的结果是如何 比如说人类的未来会是如何 因为他数量很大 那数量很大 大到一定的地步 我就可以用科学方法去做统计 那我可以预测出一个固定的趋下 有点像民意调查那个样子 你个人随便抓一个人来 明天要吃什么 我没有办法预测 但是这个国家十年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可能可以预测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人数不能太少 那个个体的数目总量不能太少 个体的数目的下限是由谢顿第一定理来决定的 那在小说里面我的印象当中是400兆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银河帝国 就是人类已经殖民到整个银河系 整个银河系的帝国的数目已经大过400兆 所以我们就可以进行谢顿第一定理的运算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预测人类的未来 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熟悉 这是银河摆 这是那个就是 这是爱希莫夫的基地三部曲 他以前叫做心理史学 他写的时候是1940几年 如果这部小说也就是基地三部曲 是现在写出来的话 他一定不会叫做心理史学 他叫做大数据 对嘛 这就是大数据嘛 不是吗 这就是大数据啊 在1940几年的时候 还没有这个名词呢 那现在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数据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以预测未来 就是讲这样的东西 好 那我们再看其中一个概念喔 非常的耗学喔 听得懂吗 他说长久以来 说不定他是谢顿教授的 行商一直是基地政治霸权的先锋户队 在迎合外园辽阔的新预见 他们不断向外扩张 通常数个月甚至数年才网板端点心一次 行商驾驶了太空船 大多是自己用旧货拼凑修理或改装而成 他们德性不算高尚 而且各个胆大包天 他们利用这些资源所建立的势力 比四王国的假宗教专制体制还要巩固 他在讲什么 他说有一群商人 那这群商人 就是因为非常有钱的关系 很会做生意的关系 所以就很有钱 很有钱之后呢 在那个迎合帝国的边缘地带 因为就是中央集权的政治势力没有那么稳固 那所以就会有本来就是本来有一些人 有一些星球可能是独立状态 他们是四王国的假宗教专制体制 什么叫四王国的假宗教专制体制 大家应该觉得很熟悉吧 你现在去创立一个邪教 对啊没错啊 你就是亡了对不对 所以那是宗教的力量 那这个概念是在讲说 资本的力量可能比宗教的力量更大 对不对 他说行商是可以做到这样的地步的 资本的力量可能比宗教的力量更大 那资本的力量有没有可能比国家的力量更大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啊 我怀疑我怀疑那个就是就是贾博斯的权力 大体上应该大于澳门特首吧 对吧对吧 也有可能大于我们台湾的总统啊 也有可能啊 对啊整体而言可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最近有一本书 最近有一本书是 诶我放在后面啊 人类大历史 那那个简体版好像叫人类简史 对那大家不晓得有没有读过这本书 就是他是以色列的那个历史学家 Hallery就是对那个名字 Hallery写的 然后他他讲的 他讲说呢就是我们 呃我们人类其实是由人类历史 文明史其实是由虚构的 虚构的三个大的支柱所支撑起来的 这三个支柱是最下面的三个 货币帝国以及宗教 对吧 货币是虚构的吗 是嘛货币是虚构的嘛 因为他你凭什么相信一张纸 可以买到一个一个冰火菠萝油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就是怎么可能买得到 他只是一张纸而已 那因为所有的人在国家的保证之下 接受了这一个约定俗成的虚构的制度 大家都相信他 大家就想说我们就这样 这么做好了 比较方便交易 所以货币是虚构的啊 帝国其实讲帝国不准确 其实就是政治制度 他讲说政治制度是虚构的 对没有错 政治制度是虚构的啊 猜 那才在一百年前或两百年前 日本人还很相信天皇呢 对否 宗教是虚构的吗 是啊 就是照这个角度来讲 宗教也是虚构的 没有错啊 好 那这三个目前支撑起人类的 文明的重大的支柱 其中有两个看起来已经快要挂了 帝国跟宗教 对不对 这三个里面最强的就是钱 对否 就是资本 在目前这个世界里面是这样 那宗教除了受到资本的攻击之外 他也受到科学的攻击 因为他讲的东西 科学没有办法验证 那因为科学是这个意识形态非常的有效 那政治制度呢 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是澳门特首的权力 好像大不过贾伯斯 好像还是钱的力量比较大 所以这三个巨大的支柱过去支撑起人类文明史的巨大的支柱 我们已经看到有两个块要挂了 但有一个特别强势可以确定的 所以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 我们会非常好奇说 人类在发展下去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好 文明史 这是文明史的角度 那我们回来看爱希莫夫 你看爱希莫夫 基地三部曲讲这个东西 他不就讲到这一点吗 行商所建立的亡国体制 比那些假宗教的专制体制还要巩固 他在讲文明史啊 你会不会觉得他有点像马克思呢 对不对 马克思是这种东西啊 马克思就是在讲说 人类过去是封建时代 然后有一天 就是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 那因为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的冲突会非常的剧烈 所以无产阶级会团结起来 推翻资产阶级达到大同世界 对不对 马克思的大同世界 当然不是袁绍山的大同世界 马克思的大同世界 这是马克思的预测 马克思也是非常有把握的跟你讲说 我告诉你历史就是会这样走啊 那当然到底会不会成立 我们不晓得 我们还不晓得 但是马克思是非常有把握的告诉你 他在做这个预测 所以 所以 基地三部曲做到了什么事情呢 他基本上在隐喻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 这部小说其实在做这个事情 那你可以继续看下去一些有趣的发展 就是说他告诉你说 谢顿的心理史学的预测一直是正确的 一直是正确的 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变得不正确了 你就可以看到爱希莫夫他对历史的看法 所以谢顿这样子一个角色 事实上 他其实是有马克思的隐喻在里面的 我觉得 好 这个是 还可以做到这种事情 他可以追问小说或是文学这件事情 他可以追问人是什么 可以追问灵魂是什么 他还可以隐喻整个人类的文明的历史 很可怕 这是不是到极限了呢 格局这么大是不是到极限了呢 我的答案是还没有 还没有 还有更恐怖的事情 这个更恐怖的事情呢 我今天应该没有时间讲了 但是那个更恐怖的事情 就是世孟然第二部曲要写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部分 这个是 这是台湾的一本新的文学杂志 这个先跳过去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好 就是我在那本杂志里面 我就写了就是 我就写了基本上就是 就是 我有跟大家讲说 世孟然第二部曲想要做什么 好 这个东西很有趣 这个我们稍微讲一下好了 好 就是呢 1932年 于国际联盟外围组织安排之下 爱因斯坦写信给弗洛伊德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以前不知道 他们两个居然有写通信过 他们两个居然是比友 这样讲很奇怪 这样 他们两个居然是比友 1932年是什么时候 1932年纳粹掌权了 纳粹掌权是1931还是1933我忘记了 反正就是那个时候 战监起 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已经就是 就是国际局势非常糟糕 你都看到纳粹要掌权了 所以大家非常担心说可能又会发生战争 那这时候国际联盟 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我们成立的 就是世界上成立的一个就是和平组织嘛 那但是因为国际联盟就是被大家嘲笑是个花瓶啊 因为功能不脏 你也没有办法 就是你也没有强制力 我觉得这是国际联盟的公关行动啊 就是说他想要告诉大家说我有做一些事情 为世界和平尽一份心理 他就把这两个人找来写信 就爱因斯坦就写信给弗洛伊德说 主旨是说弗洛伊德先生我想请教你 请问人类有可能免于战争的厄运吗 他说是否能够控制人类的心理演变 以便使之能抵御仇恨与破坏的心理疾病 好 我安排一个明满世界的最伟大的科学家 写信给弗洛伊德 为什么写信给弗洛伊德 因为这些事情我知道科学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弗洛伊德是那个时候 大家公认这个世界上最了解 人类的黑暗面的人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请他去问这个问题 那弗洛伊德很直接就回答说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他说弗洛伊德的洞见 就是人类出生学会的首要之事 即是屈服 好我先不管这个 你看哦 这是他的原文的名词 他说是否能够控制人类的心理演变 mental evolution 心智的演化史 心智的进化 mental evolution 那个不就是心理史学吗 那个时候基地三部曲还没有写出来 但那不就是心理史学的概念吗 那如果你把mental改成love就是爱的进化史 对否 我们同样在问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人类为什么 就是人类 人类为什么 人类大概很恶劣吧 人类大概很糟糕吧 本性大概很糟糕吧 不然怎么会做出一些奇奇怪怪 战争啊 什么恐怖的事情 都是人类大屠杀 都是人类做的 人类大概很糟糕吧 那个时候就在问这个问题了嘛 而且同样是用心理史学的角度在问的 什么叫mental evolution 不就是心理史学吗 好 佛洛伊德说 他说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出生 学会的首要之事 即是屈服 屈服是什么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意思是说 伊底帕斯情节 什么叫伊底帕斯情节 就是我们 就本来跟妈妈处得很好 对不对 妈妈对我们很好 我们想要什么哭一哭就有了 然后有一天爸爸就开始介入了 那有一天也不一定是爸爸介入啊 你就会发现妈妈有时候就站到他们那一边去了 为什么呢 他就开始管你啊 就是说你不要这样每天半夜吵闹 你不要老是随地大小便 你这样是不行的 然后就开始禁止你说 不可以随地大小便 在大小便的话就打你骂 所以到最后你就学会大小便了 学会控制自己的大小便 知道该怎么样相处了 那本来跟妈妈处得好好啦 但是后来爸爸介入了 所以然后有时候妈妈又站到那边去了 所以我们很不爽 我们就有伊底帕斯情节 想要弑父恋母 对否 这是弗洛伊德的讲法嘛 好那弗洛伊德的讲法不是人人相信啦 有些人觉得他很扯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一张图 这张图其实蛮好笑的 这作者其实是朱家安啦 作者其实是朱家安的 他就是这样讲 他说你昨晚做了梦吗 梦里出现了棒状物吗 那就是好 你就满脑子扬聚 你想干你娘 你如果没有梦见棒状物呢 因为如何如何如何 反正你就是想干你娘 好那我们就拿来嘲笑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是这样子的吗 反正是不是啊 弗洛伊德不是这个样子 这张图其实是错的耶 这张图是错的 弗洛伊德不是这样子 为什么呢 弗洛伊德是怎样呢 这不是真的弗洛伊德 这张图不是弗洛伊德 这张图其实是我们大家在开玩笑的弗洛伊德 开玩笑弗洛伊德就是这样没有错 但事实上不是的 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他漏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叫做个人化的分析 也就是我们把你叫来做 就开始问说你昨天晚上做什么梦 我梦见一根香蕉 你觉得你会为什么 那根香蕉是什么样子 就一般的香蕉啊 那根香蕉令你想到什么 我也不太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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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